李宗盛議員 聘請了在香港大學哲學系的Dr. Lau 林芳教授 為我們去講我們今個學年最後一次的通識沙龍 Dr. Lau 他是研究心靈哲學、內緒學 在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家 他本身也是在教授這個思考方法裏 是香港學界的一個僑所 最近他出了一本書就是《節食之道》 應該看到在那個施錄上微微看到 節食是哲學的哲字 就是有少少食字 今天Dr. Lau 也會跟我們講哲學和食物的關係 我想略略回應到我們在今個學年裏面另外一個主題 我們早期有戴寶拳教授幫我們講了科學和食物的關係 我們今個學年是講生活日常 希望在我們這個時代裏面 在日常生活裏面怎樣去回應我們整個時代的變遷 好像很微細的地方其實都有很多深刻的思考的發現 無論在哲學、科學、廣義的人民社科領域 我們希望我們今個學年可以做到中研美系包和萬有 但都應該可以在各方面 給大家在這個新的環境裏面 在中研自我世界裏面有多少少的拓展的機會和想法 我不阻礙大家太多時間 就有請Dr. Lau 多謝大家 聽到我說話嗎? 聽到嗎?好的 好 很高興來到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哲學和食物 兩者之間的關係的一些看法 今天講的內容有很多都是基於我在港大有科教了很多年的通食科 是關於食物哲學裏面的一些討論 剛才亦都有提到我最近出了一本書叫《哲食之道》 正正是講關於食物方面的一些哲學的問題 有不同類型的哲學問題 有些是關於道德 有些是關於藝術價值 甚至乎科學、經濟各方面 今天我主要是就著其中一小部分的題目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 告訴大家 這是關於食物哲學 很多人都很奇怪 因為他們覺得哲學不是一些很抽象的東西 好像很多時候會給人一個很虛無飄渺 不是很接地氣的感覺 為何會和食物是有關呢 這是很多人對哲學的一個印象 認為與實際生活沒有什麼關係 甚至乎也有很多人覺得哲學不單止脫離了群眾 也都脫離了科學 我想今天首先講一講 哲學到底有什麼功能 大家如果認識霍金的 Steven Hawking 都知道他是一個很出名的物理學家 研究黑洞的現象 他在其中一本書裡 他就說 一直以來 哲學討論很多關於人生的意義 宇宙從哪裡來 做人有什麼目的 但他覺得很多這些問題 哲學是追不上科學的發展 現在很多這些問題 反而是要透過科學 尤其是物理學去解答他 甚至乎他就說哲學已經死亡了 我作為一個找哲學飯吃的人 當然就不太同意 我覺得他作為一個物理學家 他可能不太認識其他科學的發展 其實很多哲學家在其他科學的範疇 都有很積極地參與最新的研究討論 譬如我自己是認知科學的 在認知科學裡面 很多人會討論關於意識的東西 有很多哲學家都有提出他們的理論 和科學家有很多的對話 甚至乎其實在物理學 我覺得哲學都是很重要的 其實在剛剛過去那個年 2022年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 物理學的諾貝爾獎 是頒給這三個人的 Aspects Clauser和Sanninger 他們為什麼獲得諾貝爾獎 主要是因為一些 他們做的物理學的實驗 而這些實驗是關乎量子力學的一些成質 尤其是關乎所謂一些非區域性的現象 Non-locality 如果你有看為什麼他們獲得獎 解釋是他們做的實驗是關於量子力學裡面 所謂Bell inequality這個研究 所以他們的實驗其實是基於某一個人 更加重要更加基本的一些研究 而那個人就叫J.S.Bell 過身 J.S.Bell就是研究量子力學裡面 一些很根本的問題 這個就是J.S.Bell 他是一個加拿大人 他主要的著作就是一系列的文章 就編載在這本書裡面 《Speakable and Unspeakable in Quantum Mechanics》 到底Bell做過什麼呢 我不在這裏詳細解釋 因為這裏是講食物 但是如果你看他本書的目錄 你看Bell到底如何理解他做的研究 你會發現第一句他寫著 《List of Papers on Quantum Philosophy》 by J.S.Bell J.S.Bell 他認為自己在做什麼呢 他是在做哲學的 他覺得 因為量子力學有很多很難以解釋的現象 都是一些很特別的哲學問題 而他希望做到的就是用一些數學 或者物理學實驗的方法 去解決我們怎樣去理解 量子力學裡面一些最根本 非常之有哲學性的一些問題 所以他絕對就不覺得哲學對物理學是沒有用的 甚至乎他在其中一篇文章 他就說有些物理學家 認為量子力學遇到的問題 應該物理學就可以解決 完全不關哲學的事 他在這裏他自己的意見 他就說他覺得這些看法太過自滿了 因為有很多這些問題實在太棘手 不一定物理學是可以本身去解決得到 而不只是J.S.Bell 貝爾是自己這樣想 甚至乎 愛因斯坦 他也非常之認同哲學對物理學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愛因斯坦出名的是 因為他發現相對論 相對論其實很重要 譬如我們所有的電話 用GPS 如果沒有相對論 根本GPS是運作不到的 為何愛因斯坦可以發明這個相對論 其實他認為和哲學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他曾經在一封信裡和朋友說 他覺得很多人 甚至乎一些哲學家 太過藐視哲學了 他們只見一棵棵樹 但是看不到整個森林 沒有一個宏觀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們認識歷史的發展 認識哲學 這些知識可以幫我們有一個高一層次的理解 使得我們能夠脫離一般其他人 或者一般其他科學家的一些偏見 使得我們可以有一些創新的理論 是改變這個學術或者知識的發展 而在他發現這個相對論裡面 他認為哲學對他的幫助是非常之大 尤其他提到有一個哲學家 蘇格蘭的哲學家 叫David Hume 而且是十八世紀的一個蘇格蘭哲學家 在這個蘇格蘭的啟蒙運動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人物 而Hume 也是所謂的經驗主義裡面 一個很出名的代表哲學家 那為什麼亞羽恩斯坦覺得 Hume 是幫助他想得到這個相對論出來呢 這個可能要另外一個課程去講 但是簡單來說 Hume 認為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 即不是邏輯、數學 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 最拉尾是必須要基於我們的經驗才得到的 要用經驗去引證 那亞羽恩斯坦去做他的物理學的研究的時候 遇到一些很棘手的問題 但是接著他就看到Hume 的一些著作 就發現Hume 說我們的概念 我們對世界的知識必須要基於經驗 那他就使他想起 我們怎樣去理解 比如時間、空間這些概念 尤其是時間 一些抽象的概念 怎樣是基於經驗 那他就想到 如果要實際基於經驗 我們時間是怎樣量度的呢 譬如用鐘去量度 譬如你可以用光去當一個鐘 有兩塊鏡的光在彈一下彈一下 來回彈一次 你就當一個單位的一秒之類 他用這個方法去想的時候 就發覺如果是這樣 那不同的觀察者 如果他們 一個是靜止 一個是動得很快的 用這個方法去量度時間 他們得出來的答案 同一個現象 他們得出來量度 到底這個現象有多長 他們的答案是不同的 而且我們是不可以說 誰是對誰是錯 換句話來講 時間是相對的 而他有這個想法 完全是因為他受到 他一些哲學的閱讀 一些啟發 所以我覺得 我們千萬不要低估 哲學對創意思維 那個推動的能力 當然 這個思想的自由 有這個勇氣很重要 因為所有 就是愛因斯坦的同輩 他都會認為時間是絕對的 兩件事是否同一時間發生 這個有絕對的答案 一件事件發生有多長 不會是相對的 但愛因斯坦 他願意進一步去挑戰 一些平時別人接受的事情 亦都因為這樣能夠推動科學的發展 所以哲學很多時候 給予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挑戰一些很基礎的假設 我們以為是對 但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的 亦都因為這樣 使得我們有一些創新的意念 我提到David Hume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和食物亦都有關 他很喜歡吃東西 而且他退休之後 他就將他所有時間放在煮食裡 他就說他煮這個紅酒羊肉 沒有人讓他煮得更好的 另外也有些學者說 他煮一個叫做什麼 雞蓉忌廉湯 是他在法國的時候 將食譜帶去蘇格蘭 而在英國流傳的 我找不到一些文獻支持 你用說法 可能是這樣 所以哲學家 不一定是一些不適人間煙火 很多其實都很喜歡吃東西 喝酒 好像我自己也是 另外一些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這個 這是一個挺有名的廚師 叫Ottolenghi 他原本是讀哲學的 他的學士 碩士 都在以色列讀哲學 他原本想著博士 都繼續讀哲學 但後來發覺 都是去煮菜 然後去了英國 現在在英國也有幾間餐廳 挺有名的 食物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去英國 可以試一下 他去到英國 他應該是1997年左右 去到英國 就發覺英國人煮食 很有問題 就是菜 經常都不理 只有一個灑字 灑到一坨 那天才是1997年 現在根本不同了 其中一個轉變 就是他 Ottolenghi 他認為其實在廚房裡 菜才是特別 因為菜 無論是顏色 味道 都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種類 怎樣運用你的創意 利用蔬菜去製造一些好吃的食物 這個其實是更加有挑戰性 更加值得嘗試 所以他的餐廳特別是強調 多菜少肉 而他煮的菜 很多沙律 或者其他方法 真的做得很好吃 也有中東的影響 非常推介 另外一個跟哲學有關的廚師 就是David Chan 如果你有看Netflix 可能你會發現 有好幾套Netflix 關於食物的一系列的節目 都是由他做主持的 他在美國有幾間餐廳出名的 就是賣一些亞洲食物 尤其是一些好像韓國的街頭小客 將它改變一下 就有些比較新穎的菜式 就很受歡迎 譬如其中間那一幅圖 就是他一個很出名的菜 就是這個炸雞加魚子醬 韓國炸雞 我想大部分人很多人都吃過 但是加魚子醬 就是一個很特別的配搭 我還沒吃過 我吃不起魚子醬 但是我想 我想像 炸雞是肥的 魚子醬有個鹹 兩個味道的配搭 可能是挺特別的 有趣的地方 我提他 是因為他在大學的時候 他有修讀哲學 而且他認為他讀哲學 對他的主菜是有幫助 他說 他在一個訪問裡面說 最有幫助的一科 是一些 很多人都未必猜得到 是一些很抽象的邏輯科 在邏輯裡面 他會讀一個題目 就是釣詭 就是paradox 就是有些東西 好像又對又錯 譬如說 這句說話 是錯 我現在說這句說話 是錯的 我講這句說話 到底是對還是錯 如果是對的 那就是我講的東西是錯 是吧 即是說 如果是對 就錯了 如果是錯的 我講錯的 那就是對 但是沒有理由用對 就是錯的 這個在哲學上面 我們稱之為一個paradox 就是釣詭 他覺得 主菜 有時候 如何設計一個 令人印象深刻的 一碟菜出來 這個是一個 幫助他設計菜式的一個方法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有時候 他說 我們平時說 主食的食物 味道是恰當 但是他覺得 令人難忘的一些菜式 不單是恰當那麼簡單 而是好像釣詭一樣 好像一個paradox 當你吃一些東西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鹹 但又好像不夠 例如我喜歡吃爆谷 吃caramel popcorn 焦糖爆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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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些比較濃味的東西 但是你吃焦糖爆谷 你會發現焦糖爆谷會有鹽 你吃下去 你會覺得它很鹹 很鹹 但是很鹹 你會覺得你會想它再鹹 不夠的 但是一方面 你會覺得它好像太鹹 即是說 那個濃烈的程度 就是 他這樣說 好像一個paradox 一方面好像太多 一方面又好像不足夠 那樣 我覺得這個想法 是一個挺有趣的想法 就是觀物論 對還是不對 對它來說 是幫助它去想一些新的菜式 這個是想說 哲學不一定是一些很枯燥的東西 有時候你很難去預測一些 哲學的思考 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 但是說到哲學如何影響日常生活 我覺得最大的影響力 應該是這兩位的哲學家 那邊 右邊一位 是Peter Singer 一位澳洲哲學家 他在美國教書 另外這一邊 就是Tom Reagan 他們兩個都是研究道德哲學 尤其Peter Singer 在1975年寫了一本書 叫做《動物解放》 是關於我們人類怎樣去令動物受苦 因為我們吃肉 這本書對於西方社會影響非常之大 整個動物權益這個運動 你可以說 有很大程度是因為這本書而開始的 Tom Reagan 亦都在1983年寫了一本書 是維護 嘗試去爭辯 就說動物是應該擁有權利 是值得我們尊重 他們兩個都認為吃肉是錯誤的 OK 今天我不打算去討論 吃肉是對的 中間的一些道德問題 這些我在本書裡 有比較詳細的討論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但是我覺得 到底 而我自己也不是吃素的 我沒有理由 我自己不吃素 我叫你去吃素 不過我覺得 無論你對這個立場是怎樣看也好 我始終也都認為 這是我們很應該思考的問題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問題 而就算我們很喜歡吃肉也好 我們都應該想想 是否應該考慮吃少一點 或者是基於什麼原因 我想大致上分三方面 去討論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是我今天希望講的第二部分 有三個原因 不過我首先想指出 我認為原則上吃肉是沒有問題的 我不覺得道德上是有錯誤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 你可以吃人造肉 或者所謂lab meat 現在有很多科學家 希望在實驗室裡面 用一些肌肉細胞 培植出一塊肉出來 如果新加坡政府已經批了 容許賣人造雞肉 是全球第一個國家這樣做 其他 李嘉誠都投資了去其中一間公司 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不過暫時來說實在太貴了 也都用太多的能源 但是原則上 我覺得如果真的可以這樣做 吃肉自然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很多人覺得吃肉有問題 因為你殺動物 或者在自養過程中 那些動物很慘 很辛苦 受很多痛楚 如果你對動物比較好 那不一定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可以說是開心肉 有些人說神戶牛 喝啤酒又聽音樂 如果他們是很開心的生活 而我們在一個盡量 不用到他們有痛楚的情況之下 整雞雞殺他們 他們過了一個很開心的生命 然後奉獻給我們 是否有錯呢 這個我也不太肯定 譬如那裏有個機器 就是被他們勾行的 一推過去 它就會自動有個叉在轉動 那些牛就非常之喜歡 我不是說這個論據 是一個很好的論據 因為我覺得也有些問題 但是就算你接受的話 對於我們今天的處境 我覺得幫助是不大 因為事實上有些肉不是這樣來的 事實上全世界對肉類的需求 是不斷地上升 而所有的國家 當他們的經濟越發展 那些人越有錢 生活越好 他們只會吃得每個人的平均 就是肉類的消費 只會是提升的 當我們這個世界的人口 不斷地膨脹 社會進步 我們對肉類的需求 是不會跌下來的 這個是聯合國的估計 我們去哪裏 找這麼多的動物 餵這麼多的人 所謂開心肉 或者在實驗室製造牛扒出來 暫時來說是絕對不是實際的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道德問題 我們是要考慮 那代價是甚麼呢 有很多時候我們去超級市場買肉 裝得很整齊很漂亮 但我們未必會去想 背後製造、自養的過程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或者會有個心裏有個印象 說不定那些動物就在這個農場裏 很開心 有草地 有水 有食物 然後就去到我們的店 但是這個是想像 這個是廣告 實際的情況可能是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普遍的養雞方法 就是一個室內的雞場 尤其是大型的雞場 這些是一些負責生蛋的雞 生蛋就會滾下來這些欄杆 它們困在這個雞籠裏面 非常之逼 亦都不會放它外出外 它們的糞便 二樓就跌到一樓 一樓就跌到地下 在它們生長的過程裏面 是不會清潔的 只會是拿它去湯的時候 才一次過清潔 所以裡面的味道 可想而知 是忍受不到 你要戴口罩進去才行 通常是一些非常之惡劣的環境 而它們這些雞 很可能 亦都是非常之肥胖 或者是行動不方便的 因為我們要吃多肉 要賣多些錢 在雞業的發展裏面 1957年的雞 非常之瘦 到處走走滴滴 很多雞肉 但是我們為了要製造多些的肉出來 我們不斷地去改良它的品種 現在去到2005年的所謂的肉雞 就是要來焗的 特別要多肉 同樣是56日大的 由不夠一公斤 變成了四公斤重 而很多這些雞 因為生長得這麼快速 根本牠們的骨絡 是承受不了牠們的重量的 有很多身體的問題出來 甚至乎 再大一點的話 牠們根本心臟符合不了 牠們就會心臟病發生 可想而知 有很多健康的問題 是會出現 OK 所以食肉第一個 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說 對動物的代價是有多大呢 這些雞這樣生長的環境 很多時候會出現很多類型的健康問題 我不知道你去街市買雞腳 或者有時買超市場買雞 會不會看到一塊粉紅色的東西 應該都挺常見的 尤其那些雞翼雞腳 有時你見到骨折的地方 很可能是因為它的骨太脆弱 這些粉紅色的地方 其實就叫Hawk burnt 其實是卓霜的痕跡 為何卓霜呢 無端端沒有火 為何會有卓霜 就是因為有些糞便 糞便是充滿阿蒙尼亞 阿蒙尼亞是酸性的 那些雞經常在糞便走來走去 黏住了 又重 只可以坐在地上 坐在籠 或者坐在地上 黏住了 那些阿蒙尼亞 就會卓霜皮膚 嚴重的情況 你就會見到 紅色非常之深色的 一個疊 最右邊的疊 其實淺淺的粉紅色 已經是 這個是會製造痛楚的 另外在他的腳墊右邊 亦都有不同程度 亦都是因為這些 潰爛受傷 這些是不會得到醫治的 因為你一個雞腸 幾十萬隻 一百萬隻雞 你不會找個獸醫 去逐隻逐隻雞 去幫牠檢查 甚至乎很多時候 在一些大型的農場裡面 死了都不會理 一次過清掉就算了 在這些感濟的環境 那些雞也會打架 有時候就刺 有些雞被人刺死 亦都不奇怪 亦都因為要避免這個情況 那些雞仔出生不久 通常就要切了一個嘴 最前面的一部分出來 另外一樣 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所謂骨折 在他們的胸骨 有一個地方 就發覺 經常容易有骨折 大家下次吃雞 可以看看這個胸骨 這一部分 有沒有一些變異的現象 如果有 就是這個所謂 Q bone fracture 有些研究發現 這件事是很常見的 九成的雞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這主要是一些生蛋的雞 遇到的問題 而且科學家認為 這會使得那些雞 感覺到痛楚 他們怎樣知道 就是發覺 如果有些雞 是有這個類型的骨折 你給它一些止痛藥吃的話 它是會比較活躍一些 就是它會動多一些 吃東西吃多一些 但如果沒有骨折 沒有這個問題 你給它止痛藥吃 對它的行為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因此間接告訴我們 其實有大部分的生蛋的雞 經常都是感受到痛楚 乘小都是不舒服的 這是生長的過程 遇到很多的問題 還有 雞有一件事特別不幸運 就是有時候 久不久就會發生 這個禽流感的事情 首先在香港發生 1997年 不是在香港第一次發生 而是第一次發現 可以在雞傳給人 好像是否有六個人死 我不太記得了 亦都因為這樣 香港那時候 決定要傳香港的雞 就殺了 一百三十萬隻 那時候很多外國都批評 但是結果 全世界都是 現在每個人都這樣做 2022年 美國又發生 琴流感 就殺了五千八百萬隻雞 那些雞 我不知道 是埋了它 燒了它 還是拿來做寵物的食物 我不知道 但是總共一年入面 是殺了五千八百萬隻 那在日本 最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新聞 雞蛋就貴了很多 就是又是禽流感 那在六個月入面 2022年 十月到剛剛 今年三月 日本殺了一千七百萬隻雞 OK 純粹因為是禽流感 所以這件事是經常發生 那些雞怎麼殺呢 我都不太知道 但是一定不會順利 而有一件事 就是現在很多人 很多農場 會採用所謂關閉通風的殺雞方法 Ventilation Shutdown 意思是什麼 就是 一隻雞去殺它 太煩了 有些人可能有感染 所以 直接把雞的牆 蜜蜜蜜了 蜜蜜了 OK 有這麼多生物在裡面 蜜蜜 或者天氣很熱 那溫度自然會上升 那自然使得溫度 上升到譬如50度 那就會熱死那些雞 那通常可能一兩個小時 那在這個情況 你可以想想 一個生物 一隻雞 能夠感覺到痛楚的生物 OK 比你這樣 啊 熱死 OK 很多時候可能有吐血 或者嘔吐 抽搐 各種的現象出來 那有時候甚至 Ventilation Shutdown 這個方法 它會加入一些熱風 熱蒸氣 二氧化碳 下去 那麼 美國的獸醫學會 英國農業部 都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太不人道 它就覺得太殘忍了 但是很多農場覺得 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是最快捷 最省錢的方法 OK 所以很多時候 越來越多農場 會採用這個殺雞的方法 而且不僅是殺雞 我用這個slide 是用到一些豬做背景 因為很多農場 開始發覺 要來殺豬也可以 OK 有時候 豬也會有些傳染病 或者好像在COVID的時候 有很多豬賣不出去 怎麼辦呢 OK 因為那些餐廳又關了 所以它也會用這個 Ventilation Shutdown 的方法去殺豬 在豬場裡面 就直接焗熟一些豬 你可以想像 這個豬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那個痛楚 那個受苦的程度 是去到哪裡 OK 但是沒有辦法 人類對肉類的要求 是不斷上升 這個是最近的新聞 在大陸 我不知道現在 開始了生產了沒有 有這兩棟的大廈 是工廠大廈這樣 其實是用來養豬的 OK 有兩棟大廈 每棟就二十六層樓高 這個是一個 一條龍式的豬肉的豬場 豬肉的製造的豬場 因為豬肉 你可以說有這個 戰略的價值 食物安全是很重要 那怎樣提升 這個豬肉的產量呢 不夠地的話 那就向上 你看到其中一幅照 是在這個大廈裡面 那些豬是可以混在這些籠裡面 它是生長的過程 很多時候 就可能花很多時間 在一些所謂這些籠裡面 這些籠有個名字 有兩類 一類寬一點 一類寬一點 一類窄一點 就叫做 Gestation Craigs 或者Farrowing Craigs 甲蘭這樣 這幅照片 你看到 所有的豬 都是每一個籠 在什麼情況會這樣做呢 很多時候 那些豬如果是懷刑的話 就會放在這些籠裡面 OK 因為那些母豬懷刑 是很燥的 OK 尤其當你混在一塊很小的地方 它們就會打架 OK 因為你不會讓它們 一大塊草地 開開心心地生活 一定會混在一個很密集的地方 養得越多越好 那它們一定會打架 打架就會怎樣呢 那就流產 流產 就沒有了你的錢 所以為了它們不要打架 然後呢 就要混在一些籠裡面 那麼呢 轉身都轉不到 你要它躺下伸腳 也都做不到 那就困住它在這裡 直至跟它生了小豬出來 然後就搬去一個 比較大小小的Farrowing Craigs 一個大小小的甲蘭 剛剛到可以躺下 也都不可以轉身的了 那麼它就可以躺下 勉強餵一些小豬 那些小豬生出來 都不一定很好受的 因為小豬生出來 又會剪斷它的尾 又會為免它們去打架 玩咬其他的豬 就會剪它的牙 那男的豬就會幫它們絕育 就是用手幫它們絕育 也都不會落麻醉劑 通常對它們的生命 你可以想像到有多少痛苦 最近我發現一件事更加神奇 就是原來養豬和馬是有關係的 我發現原來很多時候我吃豬 也是間接使得很多馬匹受苦 我不知道這裡有誰聽過人馬血清 這件事 沒有 這是很神奇的事情 什麼叫做人馬血清呢 就是馬匹懷孕了 它們身體的血裡面有某些激素 有一種所謂聖腺激素 就可以在懷孕的馬匹裡面去提煉出來 這跟豬有什麼關係呢 亦都是跟生產有關 要生產大量的豬隻 我們希望這些豬 當牠們生了小豬出來 就盡量盡快可以懷孕 而且最好所有的母豬 同一時間懷孕 那就同一時間生 同一時間可以處理 有些母豬也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法情 所謂法情的情況 浪費錢 不行的 快點要洗到牠們生豬仔才行 那你怎樣洗到一大批的母豬 同一時間懷孕 或者一些受孕有問題的母豬 可以容易生豬仔呢 答案就是人馬血清的一種激素 就注射了下去豬或者羊那裏 可以使牠們 催促牠們去發情 跟著人工授精 就懷孕生豬仔 不斷地重複這個作業的過程 所以有很多國家 就有這些馬牠 就養了很多的馬 就是負責抽血去製造這些激素 抽血的通常就是當馬是懷孕 在第四十至到第八十日那段時間 每隔四天就抽一次血 大概 每次就抽四公升 四個Liters 就是四個Liters 四個Liters的血 總共抽大概七至十三次左右 就用一些血液來提煉激素 大家在那幅圖上看到兩條紅色管 就是那些馬血了 你看到那條頸插著那條管 就是在那裏抽血 這個是很痛的 有時那些馬牠也未必受到很好的對待 而且因為這些馬不是用來騎的馬 牠們不習慣跟人有接觸 所以你抓牠 鎖牠在那裏 然後抽血 其實對牠的刺激是很大 牠們會有非常大的恐懼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馬 我不好意思告訴你 當我們吃豬肉的時候 很多時候其實是間接令到很多馬匹受苦 在歐洲前陣子有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冰島原來有很多馬 就是要來製造這個激素 大概有五千匹馬 另外在南美有些國家也是 中國有很多這些馬牠 最近年也因為要提升豬肉的產量而出現 我網上找到一些資料 其中一間公司在甘肅 某間公司 他們的宣傳片說他們跟很多馬龍合作 有十萬匹的馬是這樣用的 就是一間公司 可以有十萬匹的馬是要來吸血的 而這些血就是要來 使得我們可以吃多一點的豬肉 總共有多普遍呢 這個現象 我就不太知道 但是這個日馬血清 你去淘寶 那些都可以買得到 二十四個八人民幣十支 我曾經在 我年輕的時候 我在農場做過 農場有些牛 我甚至幫羊摺身也試過 有時羊卡住了 要伸手進去 走回那個位 有一件事我見過 真是發生的 就是有時那些牛 它們有角 就要脫角的 OK 經它們刺傷的農夫 或刺傷其他牛 通常就不會用這個 麻醉劑 那時我見過的就是一條燒紅的鐵通 就是一隻牛仔 牛角可能很短 就用燒紅的鐵通 刺進去 吹那個角出來 那個燒焦的味道 就是很難忘記的 但是這件事 經常在很多農場都會發生 你在淘寶也可以 四百元買一支除牛角的窗 就是現在不用燒了 就是用電了 就好像這張照片一樣 就是整熱了把窗 這樣就摺進去 這樣就兩邊摺起 當然有其他方法 譬如你可以塗一些藥 下去 就是刺爛的角 刺到它出來 又或者有時就會剪 這些是一些很普遍的農場 會發生的事情 當然可能獸醫團體會建議 如果用麻醉弱 就最好了 但是我想很多的農夫 很多的農場 為了省錢 是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當我們吃肉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想過 他們生長的過程 到底是怎樣的呢 而且不只是生長的過程 亦都是屠宰的過程 製造肉出來的過程 亦都是可以是很恐怖的 譬如有些很離譜的農場 他們拿一隻牛去湯之前 會把牛灌水 讓它更重一點 就是塞一條水管進去 硬要逼水進去牛 又或者那些牛 或者其他一些羊 什麼都是 豬 他們不肯去逃場 你要逼它上車 或者逼它下車 那就唯有打 在這個逃場裏面 趕求效率要快 很多時候 亦都是有很多很恐怖的事情 會發生 譬如殺動物的時候 有時會用電擊 或者用槍 但未必一定這麼快 可以殺到牠們 可能牠未死 就已經開始幫牠們支解 在今年一月 在香港有一件意外發生 逃宰場其實是一些很危險的地方 一月在香港 你的新聞就說 有一個電擊的豬 撞掉了一把刀 即是有一個人在逃宰的時候 豬撞到牠 把刀掉到自己的腳 很不幸 那個逃宰員 要麼這樣失血過多 就死了 這個當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件 但是如果你留意 你想想 發生什麼事 牠正在撞掉那隻豬 為何撞一下那隻豬 那隻豬會動 其實答案很簡單 根本是豬未死 未死得完 因為你用電擊 你可能只不過是電暈牠 是吧 牠有時一隻豬死 可能要幾分鐘的時間 你到底能不能電死牠呢 亦都好看你的電極 貼得 那個位置 對不對 是吧 又一看豬有多大 或者你電牠的時候 牠沒有掙扎 那變成你可以想像 其實豪宰的時候 鑑山地去燙豬 鑑山地把豬錄死 這些情況是經常發生的 你去YouTube 很容易就找到這些片段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看看這個影片 叫做Dominion 那就是一些人去一些澳洲的農場 去偷拍他們怎樣去飼養 伸促 或者在屠宰的過程裡面 到底有什麼發生呢 那是一些真實的片段 我想如果大家有興趣看看 會更加認識清楚 到底我們整個糧食 肉類 整個工業制度 到底現在是怎樣運作 香港人其實是很有愛心的 尤其對寵物 我們會走出來 我們會抗議那些人對寵物很差 就是那些狗不夠水喝 或者混在籠裡面 我亦都會說 最好如果你想養狗的 你就領養 你就不要光顧那些狗牆 或者有人虐待貓 我們亦都會很生氣 甚至乎 曾經在前幾年 有的人 審點鹽落蝸牛 都被警察捉 但是 我不是說這些反應是不對 而是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當我們認為這些行徑 是不恰當的時候 其實每天有更加大規模的 有些慘劇 是發生在動物的身上 我們吃牛肉 吃豬肉 吃雞肉 背後所為動物所帶來的痛楚 是比起這些現象 是嚴重得幾多倍呢 那個數量是幾驚人 到底我們應該怎樣去回應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你做得幾多呢 或者 這個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現實 但是現實是可以改變的 譬如 那些雞混在籠裡很慘 如果你可以讓那些雞 自由一點 在雞場裡走 都可能仍是混在那裡 起碼已經好一點了 這些這樣的改善是可以發生的 譬如在外國 很多人向麥當勞投訴 就說你的雞蛋 就是來自這些在籠裡的雞 可否改善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去投訴 所以麥當勞答應了 就慢慢把他們的雞蛋 的來源轉變 就承諾 就不再用在籠裡 困住的雞所 新的蛋 OK 但是呢 只不過這個 只是美國 歐洲的麥當勞 而已 沒有說到香港的麥當勞 是這樣 我寫過電郵去問過香港的麥當勞 他沒有理解我 他沒有回答我 所以我寫了麥當勞的WhatsApp 給你 你有興趣 你覺得這件事是值得去提議 改變的話 你可以建議一下麥當勞 可否以香港都考慮這樣做 我有一個學生 知道了之後 他又去問韓國 他是一個韓國的交換生 他去問韓國的麥當勞 韓國的麥當勞 又肯回答他 他也說他們將會 不是已經 但是將會 逐步 改善 他們雞製的福利 就不再將它們 運在籠裡 這是一個進步 所以不是說 沒有東西可以改變的 但是 就要有足夠的人 相信 改變 是必須 所以 肉 食肉 當然是好吃 但是好吃 不代表 就是正確 我們可不可以 或者吃少一點 這也是一個健康的問題 很多的傳染疾病 其實是來自動物的 尤其當動物 是一個很密集的環境 的話 更加容易生病 也知道有很多動物養的過程 用了很多抗生素 會使到細菌 有發生抗藥的情況 這個對人類的健康也有很大影響 另外有些科學家也都說 動物的糞便 譬如阿蒙尼亞會製造空氣的污染 在大陸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有一個研究發現 中國六成的人口 他們的空氣污染 阿蒙尼亞水平 是不合格的 所謂是必須將五萬億動物 在農場方 最好遺漏去人口 沒有那麼囂張的地方 香港人吃肉 就最厲害了 有一個國安大的研究 提及每個人每日吃664克 我不太知道有没有那么多 就说比英国多四倍 但是政府的食物安全中心 就说没有那么多 一天大概100克 不过那个调查 就好像比较多些老人家 可能食物不太同 另外一边联合国的估计 就是大概400克 一天香港每人 就高过了很多其他的国家 但是就算世卫都有说 其实食肉未必对健康是很好的 如果你吃很多肉 一些加工的肉 比如烟肉 香肠那些 已经定为第一级的致癌物 红肉 捕鱼类动物的肌肉 红肉 猪肉 牛肉 羊肉 是第二级的致癌物 就是说在动物里面 认为确定了是致癌的 在人类里面很大机会都是 但是证据不是说完全不强 好像第一级的癌物那么强 所以无论我们为了动物 或者自己也好 其实我们很应该考虑 就是吃少一点的肉 吃肉最主要跟很多疾病有关联 心脏病 胆固醇 尤其某几类的癌症 比如结肠癌 香港的因为结肠癌而死的人 数目是不断地上升 当然这个与人口增加 人口老化有关 但是也不一定解释得完 根据其他机构的指引 英国的NHS国民保健署 就说每天最好吃70克以下的肉 澳洲Cancer Council就说 每日就不要超过 每个礼拜不要超过455克 World Cancer Research Fund就说 每星期350-500克 那么500克有多少呢 很少 其实你看这里的照片 一块猪扒 两条香肠 肉酱意粉 加一块牛扒 这里就500克了 我相信我很多学生 一天都吃不止这么多 早餐 两条肠 出前一丁 下午就肉酱意粉 晚上就集扒 然后就宵夜 一天已经过了一个礼拜的份量 当然有些人会说 不是 香港人最长命的 我们吃那么多肉都没事 是不是 香港人长命是事实 但是有很多原因 例如我们地方比较小 医疗比较好 比较少人吃烟 治安比较安全 还有老一辈吃东西 也可能跟现在生活习惯很不同 不代表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吃 一样是可以这么健康 有个研究说在大陆 如果你说有什么因素 是使人热死的话 第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吃饭 就是饮食习惯的关系 第二就是血压高 第三才是吸烟 所以禍从口出 但也可以禍从口入 大家要多点留意 我们到底吃什么才是健康的 香港我们不应该是自满 比如香港的学童超重及肥胖比例 是不断地增加 因为Covid很多人在家 没有事好做就吃饭 现在Covid完了 又做什么好呢 庆祝也是吃饭 很多人就不断地增绑 大家知道沖繩的人很长命 有很多人过了百岁 这个世界有好几个地方 特别多人超过一百岁 沖繩是其中一个 他吃什么呢 肉是占非常之少 67%是吃番薯 而这个非常之权威的医学期刊 刺针Lancet 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个饮食的方案 认为我们大部分的蛋白质 应该来自植物 而不是来自肉类 如果说是红肉的话 比如牛肉 羊肉 猪肉 最多一天吃14克 一个手掌 掌心 大概100克 14克就一份仔 不是叫你每天都吃 而是你计算一下 一个礼拜 尽量减少 当然这个考虑 不单止从一个健康的角度 从一个医学健康研究的角度去考虑 也有考虑食欲对环境的影响 这个就是我第三样想提的东西 食欲到底如何影响动物 到底如何影响我们人类的健康 到底如何影响环境 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气候暖化 事实上气温不断上升 这个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有趣的是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这个能源 会制造很多的碳排放 但是其实食欲的影响都很大 尤其是因为要食欲 整个新畜业的碳排放 是占整体的碳排放的大约 大概15.5% 有些人说是比整个运输业多的 很多人说 常常去旅行坐飞机 飞机制造很多的二氧化碳 但是如果你比起 食欲整个畜牧业 其实是差不多的 所以食少些欲 对气候暖化 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 尤其是因为 很多的温室气体 是来自动物本身 大家都知道 牛是吃草 会制造很多所谓的甲醇 Mephane CH4 它们的温室效应 是比二氧化碳 CO2是大80至100倍的 虽然它们留在大气层的时间 可能短一些 二氧化碳 可能要100年 才会分解一半 甲醇会短一些 都几十年 所以如果我们减低甲醇排放 对气候暖化的改善 可能会更加明显 而食红肉对气候暖化的影响是最大的 尤其是牛 因为很多时候 开发 要斩些树林 要放进来 亂上也会做到 亂有 亂有 亂來做亂 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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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再生 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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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地方都开始想想 如何减低吃红肉的习惯 譬如剑桥大学 就决定在一些学校的餐厅 就不再供应牛肉和羊肉 最近伦敦大学 学生也都投票去支持一个这样的动议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中大的学生 也都可以考虑一下 会不会在香港推动一下这一件事 就算不是完全不吃牛肉的 起码可以尽量减低一点 这个也可以宣扬一下环保意识 还有哪个大学第一间做到这一件事 我想也会加很多分 所以今天我这样的建议 我就亦中大 香港的碳排放的情况如何呢 这是政府的数据 近几年你会发觉 好像碳排放有下跌的趋势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减少用煤去发电 就比较多一些依赖核能发电 输入这个大压湾的核电 有趣的地方是政府计算香港的碳排放是某个数量 但根据港大的研究 政府这个数据是一个所谓 就是基于我们制造多少的温室气体出来 但是香港也知道制造业是很少的 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入口的 尤其是粮食 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碳排放 我们的碳足印是有多大 我们不应该看我们制造多少东西出来 我们应该看我们消费多少东西 我们输入的东西都会制造温室气体 我们吃这么多牛肉 大部分的巴西牛肉都是来香港的 港态的研究发现 如果我们计算我们吃肉和奶类製品 所制造的碳排放 其实已经高过政府的数量 加上其他方面的碳排放 起码排放就起码是双倍 所以有其他的研究也支持这样的看法 就是如果你计算每个人的碳排放有多高的话 香港全球第一 要说好香港的故事 这个绝对值得拿出来说 我们的碳排放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你计算总数目的总量的话 韩国首尔 我想人口多一点 大一点 碳排放高一点 就是断人头计 我们就是number one 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很多时候吃东西 只看到面前那碟东西 我们会想价钱 想的营养 想它的卖相 味道 但是它那碟菜 那碟食物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平时是不会思考 对于环境和经济的影响 而食物的关系非常密切 整个食物的经济活动 是涉及全球的 温饰气体排放的三分一 就是不单止是肉类 也都其他植物 种植方面 用了全世界七成的淡水 佔了七成的淡水用量 八成的森林的破坏 棲息地的破坏 都是因为食物的缘故 OK 全球的GDP 食物佔了12% 但是就是40%的职业 因为很多贫穷的国家 就是农夫 是主要的职业 所以其实食物和社会的改变 和经济的发展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改变 改善社会 使得社会进步 其实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何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比如有很多个经济学家 三千五百个多个经济学家 他们签了一个声明 前几年就说我们应该抽一个 政府应该设立一个碳税 你制造多少的碳排放 你就已经给多一点的税出来 食肉很多人也有提过 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肉类的税收 尤其是红肉应该给多一点的税 要来拿回一些钱 去处理气候暖化的问题 所以食物和哲学和社会改变 和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很值得我们的关注 但是传统上哲学不是这样的 传统上其实我觉得传统的哲学 是很忽略饮食生活这种东西 甚至会觉得我们尽量不要理食物 因为食物是属于身体的东西 对于哲学来说 重要的是思考 身体只不过是一个负累 所以比如论语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物子里面就说 其为食也足以真气充虚 强体惜福而耳耳 就是说食物只不过是 使得我们不要肚饿 使得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不应该追求美美的食物 道德经说 为无为事无事 味无味 以无味道的东西 为我们食物的味道 我们食物要淡薄 我们不要追求美美的食物 佛教更加会强调 不要杀身 不要吃东西 如果你贪吃 更加难脱离轮回 很多哲学传统都是这样 西方的哲学传统也有很多类似的看法 柏拉图在其中一个对话里面 他有一些很精彩的理论 柏拉图就说 他们当时都已经知道 人类的大肠是弯来弯去的 柏拉图就说 为什么是弯的呢 就是因为 让食物不要这么快吃完就出来 让它们可以逗留久一点 走久一点 如果不是 一吃完就出来 我们就常常肚饿 常常要吃东西的了 这个就很糟糕了 因为如果我们常常都要吃东西的话 那我们有什么时间去做哲学研究呢 有什么时间去追求音乐 这些比较神圣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灵魂 要追求的是智慧 是知识 我们要做的东西是哲学 如果常常都肚饿 想不到哲学 这个就很糟糕了 所以这个对勒 其实在很多哲学传统里面都有的 灵魂是一些高贵的东西 思考是有价值的 吃东西就属于肉体 是一些低下的东西 我们不应该花时间去理会 我在我本书里 我尝试提出不同的看法 我尝试去说很多 其实饮食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价值 我们是非常之珍惜的 我们是不应该去抛弃的 首先就算我们认为思考是重要的 其实你煮食 你欣赏食物都可以是涉及思考和分析的 你怎样去设计一个菜式 用什么的技术去煮得好 怎样去分析它的色香味 可不可以做到好一些 一样是要用批判思考 用创意 用理性 用逻辑 去改善你的攀任技术 或者去评价 另外 大部分就算一些希腊的哲学家 都会同意 有情是很重要的 吃东西 有情的关系 不需要很详细地说 我们庆祝朋友的生日 或者聚咎 很多时候都会出去吃东西 吃东西可以促进友谊 和人际关系 还有吃东西 美食 亦都能够体现艺术的价值 艺术是重要的 不过在这方面 我对食物的艺术价值 是有些保留的 我认为 比起一些传统艺术 比如音乐 文学 食物是可以当作艺术 但是它对于表达情感 和表达一些重要的内容 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这个有时间再讨论 另外就是 饮食不单止纯粹是为了享受 其实我们怎样吃东西 有没有节制 这是一个改善自己品格的过程 你和人吃东西 你是不是贪心 第一次就夹了一个鸡腿 或者吃东西是不是很大声 或者你和朋友去选择餐厅 你是不是只选择 顾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你怎样考虑 吃什么东西 吃多少 或者你 譬如有些人喜欢吃猴子佬的 要隔山 有个山的猴子汤来吃 这么残忍的东西都吃 吃东西的行为 很多时候其实是表达我们的品格 我们的情操 我们的性格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饮食习惯 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学识和收养 所以再推进一步来说 饮食其实是改变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改变我们的经济 改变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的社会制度 但是回到最后 也有一件很根本的东西 就是饮食令我们开心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吃东西 但是大部分的人 我想离得今天坐在这里 都是一些喜欢吃东西的人 就是很难想尽一个很真实 不喜欢吃东西的人 会来这个讲座 其中有一样饮食能够做的东西 就是秘植我们的心灵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吃一餐好的东西 可以使我们的心情舒畅 或者吃一些我们小时候 很习惯吃的东西 使我们有一些温暖的回忆 或者吃东西去纪念一些朋友 那个心理健康 其实跟吃东西都是有关系 刚刚前两天我发觉 原来吴靠怡就出了一本新书 他这本书就说 就是说吃喝玩乐的 他就说因为社会变化 人生波折 很多时候令我们手无足躁 甚至沮丧 在这个时候最渴望的 就不是什么伟大的道理 而是回到日常生活 给到我们的安慰 吃东西其实正正对很多人来说 是能够安顿心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当然这个也可以是过分 因为你为了解决你不开心的东西 可能有时候人们会吃太多 所以如何去平衡 这个也很重要 但是吃东西能够改善我们的情绪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事实 我说大部分的人 因为很多哲学家不是这样的 虽然有很多哲学家喜欢吃东西 但是这里起码有两个不是 左边那个很出名 维根斯坦很多人都认识的了 他去一个学生家住的时候 他就说吃什么不要紧 每天都吃同一样东西就行了 OK 右边那个就是Derek Parfit 最近过生 就是研究独得哲学 他觉得他要花所有的时间做他的研究 他就不管吃什么东西 也都不管穿什么衣服 天天都穿同一套衣服 白色衣服 红色的Tai 就是西裤 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喝咖啡 但是喝咖啡的要求最重要是快 所以他就是喝职溶咖啡的 甚至乎他冷到煲水都不煲 他是英国的哲学家 英国你知道有冷热水水制 就是厕所 他就即溶咖啡粉 然后走进厕所 开个热水喉 这样就喝了 有时冬天你知道 那些热水不会来得那么快 就是冷的 他都不管了 总之开了 就喝下去 然后他就做事了 这些人我很佩服的 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做 他们真的不需要食物的位置 但是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 每个人有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情感需要 不是说你羡慕他 你就立刻可以做到 这个有很多习惯我们是改变不了的 香港人更加喜欢吃东西加旅行 这里有个庄子的说话是很有关系 庄子就说 考者奴 宜智者忧 无能者无所求 饱食而傲游 饭若不适之粥 虚而傲游者也 看上去就好像叫我们去吃饱旅行 如果你能力高的 你就辛苦了 你就辛苦了 你聪明有智慧的 你就很烦的 很多烦忧的 很多问题要解决 很多人去问你意见 反而如果你是无能的话 你又无求的话 最好就吃饱 就坐一只船 顺水而行 开心写意快活 这个也是反映一件事 就是有时候不需要太复杂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一些简单的生活 满足到一些基本的要求 我们也可以很开心 不过我亦都想说 这句说话的意思 不应该是叫我们要颓废 不是说要我们什么都不理 除波逐流 因为杜家说的是逍遥 逍遥自在是很重要 而逍遥这种的精神状态 不代表是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理 而是说我们有这个精神上面的自由 我们不受其他世俗的东西去捆绑 如果我们只是想着吃东西 只是想着享乐 只是贪吃 其实我们的精神也不是自由 我们也是受食物的捆绑 这不是庄子的意思 我们如何通过食物 得到真正的自由 使我们可以寻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 另外最后我想说就是 庄子他在战国的年代 在那时候战乱 如果你想逃避 是比较容易 你找一个地方自己躲起 自吸自足 不理世事 尤言自得 你有你的精神自由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无可避免我们要参与社会的运作 我们要吃东西 我发觉你吃东西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在参与整个肉食制造的 整个社会制度 当我们认识了这个真相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 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 我今天讲这么多话的目的就是说 就是饮食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可以安顿我们的心情 但是饮食有另外一方面是面向世界的 饮食是与经济与社会制度有不可割裂的关系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经济粮食制度是这样 我们怎样可以运用我们吃好的东西 给我们的力量 过一个美好的人生 但是同一时间利用这个力量 去帮助我们 就是改变自己的行为 或者去影响其他人 甚至乎改变社会 这个我觉得就是哲学 带给饮食的影响 我希望各位能够思考一下 那么到此为止 多谢 拍摄 多谢刘延芳教授 为我们讲哲学与食物 一个很精彩的讲座 我们的时间会去到九点钟 所以现在开始就会是让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问Dr. Lau 我试试问你一个问题 刚才我去听第一个环节 2.1还是2.2 有一个位置很困扰我的 就是说那些养宠物的人 就很担心那些人是虐待宠物 但是同一时间 如果那个养宠物的人 又吃肉的话 就好像有些 整个人有些精神分裂 我自己是养狗的 我又很喜欢吃肉的 我看完之后就觉得 糟了 那怎么办呢 我想问在这些问题上 哲学应该怎么回答呢 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坏呢 就是在那些动物的权益的讲法 在伦理学的讲法里面 我们这帮人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我们就投降了 我们应该不吃肉了 还是我们就要想的地方 是自己怎么自处自己的价值观呢 这个问题 对我不是太困扰 因为我没有宠物 不过我还有个女儿 也制造了很多碳排放 但是我认为 事实上我觉得是的 如果养宠物 我们很关心 就是 宠物的福祉 但是 我是认为 就是要看他们的生活 是过得好 是这么重要的话 我觉得要一致的话 我们事实上 都应该去想想 如何去关心其他动物 是怎样的 当然 我的意思就不是说 如果你喜欢狗的 或者你养猫 你喜欢猫的 你一定都要喜欢猪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人 你喜欢一个人 不喜欢另外一个 那不代表你是不一致 因为你喜欢谁是你的选择 但是你喜欢得来 你不会因为你喜欢这个人 就把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杀掉了 那就是一个 不合乎道德的事情 在宠物方面 我觉得 事实上 我是同意 有这个问题存在 不过 我觉得 在道德行为上面 不一致 这是所有人都会做的 要完全像圣人那样 所有的信念和行为 是一致 我相信是绝无紧有 如果有人说 他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是自欺欺人 我也见过很多 讲道德 讲公义的人 他的私人的生活 绝对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 我会倾向 采立一个比较 同情的态度 我自己做人 也不是一个 有什么道德的人 我走来 跟大家说 那些动物有多惨 然后又回去炒猪肉吃 所以 我不会去批评其他人 但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认为 这件事是重要的 我们应该考虑 从自己的立场 去考虑一下 有什么可以做的 一些极端的决定 譬如突然间 今天吃素了 可能比较难去执行 但是如果可以逐步逐步 这样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 这个是比较值得去鼓励 也是有用的 而不是说 太难了 我就是这么不一致的了 那么吹吗 这个不是一个 改变社会好的方法 我们是积极一点 应该想想 有哪方面 我可以做得好一点 譬如 如果我习惯 每天都吃肉的 每餐餐都吃肉 那就是一个星期吃少一次 如果这个都困难 一个月一次 我发觉 你慢慢这样做的话 其实是可以有改变 而且是你自己会觉得开心的 我之前跟大家说 我到现在都不是一个吃素的人 但是慢慢慢慢 我都会减少我吃肉的分量 而我觉得 中间你慢慢做 是一来容易做 二来其实你会发觉 是有一些好的结果 就是发觉 如果你花多点心思去 譬如煮一些素菜 其实你的味觉会更加敏感 就是你会发觉新鲜的蔬菜 有很多的味道 是肉类给不到你的 如何将这些味道 去配搭成一碟好的菜式呢 其实这个也是令人快乐的一件事 那变了我觉得 不是一个过程 就说死了 就是良心窄备 我到底怎样勉强要做些事呢 我觉得可以慢慢来 而这个过程其实也不一定是痛苦的 那可能少减少我们吃的物种 好吗 好的 有没有哪位朋友是有问题问阿德 请举手 后面 多谢您的精彩分享 多谢您的精彩分享 刚才您提到您在农场的工作经验 我想知道多一点 比如说是否你读书时代的东西 做多久 或者如何您的兴趣去农场 取得那个体验 谢谢 好 其实那个是我 因为我中五 就离开香港 在英国读了两年书 那间学校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学生是拿奖学金 全世界的地方去 那个学校 就是有自己的农场 那个农场的动物 也是会拿出去买的 那我作为一个香港人 去到 发觉 哇 有点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大自然又有点 就是 喜爱 去到看到很美的农场 就是草地 很开心 所以就决定 就是 因为那时 那些学生可以参加不同的活动 你可以在农场上做 那我所以有两年 就在学校的农场那里 就负责各种类型的东西 就是 用拖拉机 那 最初都 其实 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有时候你要赶牛 就是把牛 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些牛就怕人 我什么都不懂 就这样冲过去 然后那些牛就跑到周围 但是 都令那些农夫很气馁 但是 比如我刚才说 帮羊接生的经验 都是一些很宝贵的经验 但是 当我看到 比如 其实 那些动物 在那个环境 其实 因为他们有很多活动的空间 所以平时的生活是挺好的 但是 就算是一些 那么 好的情况 其实他们都会受很多的痛楚 就是 比如那些羊生出来 就会 弄短他们的尾部 就会紮在尾部 我想都挺痛的 就是 使一些血管 即是 即是 紮得紮 那么慢慢的 尾部 的羊尾 就没有血 就会掉下来 让它们干净一点 容易处理 那样 但是那些牛 那个 去牛角的 那个过程 真是挺残忍 还有 同一时间 我见到 我不知道 刚才好像没有说到 就是这个 阉角的 过程 那次真是吓人了 因为 阉角 就这样把牛 坐在那里 接着 示范的人 就一手 就 扯了他出来 那么 这个是他们那时候 惯常 做的事 现在会不会 先噴一下麻醉劑 我想有些农场会 但是也都 我相信很多地方 不是这样做 有没有朋友的问题 请 刘教授 你好 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觉得 会不会食虫 其实是能够回避到 对动物痛感的问题 因为他们程度比较低一点 所以其实 和他们营养都比较高一点 所以其实会不会是一个 可能人类的趋势 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培植肉 因为培植肉 其实就可以 减少对环境 和动物的伤害 但其实它会不会 都是肉 都是对人类食的伤害 都是会对人类造成伤害的呢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两个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昆虫 其实在很多不同国家 都有吃昆虫的习惯 就算在广东也会有 有什么叫和虫 泰国也有吃和虫 如果你去北京 有时就会有那些蝎子吃的 吃昆虫 事实上我觉得 如果一些人肯接受的 可以取得到蛋白质的一个途径 至于对健康的影响是什么 我就不太熟悉这方面的研究 但是也不一定是要吃昆虫 因为其实很多植物都有蛋白质 譬如有些甚至乎西兰花 或者椰菜花都有蛋白质 但是少一些 有些植物 甚至乎有一种叫 Quinwa 就是什么 泥物 泥物的蛋白质非常之丰富 而且还是所谓 complete protein 就是说所有的安基酸 amino acids 都是齐备的 亦都很有营养 所以是 绝对可以 我想应该 如果是合乎健康的 应该可以吃昆虫 不过 详细是怎样 但是不一定 至于第二个问题 就是关于培植肉 现在的科技的发展 也都不是说 当然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 但是也都有很多问题 未能够解决 第一个问题 就是以我所知 你培植那些肌肉细胞 要将那些细胞 放在某一类 某一种的养分里面 而那些的养分 很多时候是来自动物的 暂时 所以你也是要杀动物 去拿那些东西出来 但是这是研究阶段 可能迟些 他会找到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不奇怪 另外就是 对于能源的要求 暂时来说 人造肉的碳排放 是非常非常高的 比普通养牛更高 至于你说对健康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个就要研究才知道 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考虑 因为不太知道 在实验室制造出来的肉 和普通平时的肉 的营养价值 或者对健康的影响 有没有大的分别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真是能够成功的 我觉得如果不是吃得多的 可能坏存 对健康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不过这个要好看 到时的研究结果才知道 好 好 请 今天有问题 就是 现在肉类消费 固出一个 那个类型的国家 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那发展中国家 那些人是 体力劳动的 那 如果你要 一些体力劳动的国家 去不吃肉 或者吃少一点肉 就是可能 那个标准 可能吃一个拳头的肉 那其实是 我呢 会不会有点 不切实际呢 会不会是 那就是 他要为了 国民健康 而欺 就是 为了 一些动物 或者一些权益 去牺牲一个 国民健康 是否真的 合理呢 或者是 需要呢 这个问题就很视乎 我们认为 就是到底 一个健康的身体 或者 能够经得起 体力劳动的 体魄是需要 吃多少肉 是吧 如果只说健康 我觉得 吃肉是 所需要的素量 绝对不是高 就是好像 Lancet的建议 那样 甚至乎 很多 吃素的人 身体都是很健康 就是传统上面 其实很多的农夫 在很多农业国家 的农夫 他们都不是 就是 吃肉的 就是吃肉 一直以来 是一些很奢侈的东西 那 当然 你可能 你可能 就是 你不吃肉 会不会不够力气 那 我觉得 这个 不需要太大担忧 因为 就会看你吃些什么 其实 我在我本书里提到 就是 我 我就喜欢 长跑 有一个很崇拜的一个长跑的选手 就是一个美国人 他是一个纯素食者 那 他就试过 跑一条 山径 有多长 我不太记得 跑了差不多整个月 OK 是连续地跑 那 大概每日跑两个马拉虫 左右 就是 你想象大概三四十天 连续 每日跑两个马拉虫 那 他是吃素的 是吧 所以 有很多这些例子 告诉我们 就是 如果你设计 那个膳食 是恰当的话 绝对是不需要担心 营养 或者 能量 各方面的考虑 还有没有朋友是有问题 后面 正宗 不过 我再加一句 他 很视乎你吃什么 吃素 你也可以吃得很不健康 如果你每天吃炸薯条的话 这个真是 真是 清奇不好 是吧 我记得我曾经试过 尝试转吃素 但是那时候回港大做事 如果吃素 只可以吃十三菜 那 我就吃了一个月十三菜 然后 我就忍不住 就放弃了 所以 那个设计 到底吃什么 吃不同类型的东西 这个很重要 刚刚教授有说到 美食作为一种 艺术形式的表达 会有别于其他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表达 我想知道 教授会觉得 这两方面有什么分别 有些人会觉得 食物是一些很实际的东西 有实际的功能 要饱饱 要营养 要营养 所以不是艺术 我就不同意 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认为 食物可以是艺术的 你去一间高级的餐厅 它很多时候当是一个艺术品 去把食物摆设计 食物要讲求味道 还有它的卖相 亦都有很多美学方面的考虑 所以当然食物可以当作是艺术的一种 不过我觉得深刻的艺术 很多时候是要能够牵动我们的感情 或者表达一些深刻的感情 不同种类的感情 比如贝多芬的音乐 可能使我们想起和命运 挑战命运 但是它的田园交响乐 又会是一些很开心的音乐 我听音乐 我发觉音乐有不同的内容 但是如果你说文学作品 诗歌 这就更加明显了 但是食物如何去表达内容 表达情绪不是做不到 但是我觉得食物作为一个艺术的媒介 它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 比如一些深刻的艺术 我们会觉得它表达开心 可以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开心 可以是很傻的那种开心 可以是很平静的一种的快乐 亦都可以是失而复得那种的开心 但是你要说用食物去表达这几种不同的开心方法 我就想不到 可能或者有些很聪明的厨师 可以或者想到用它的创意 一样可以这么深刻地表达到不同的情感或者内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食物作为艺术 和其他的艺术品就会看齐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觉得食物就比较类似好像烟花或者插花 都是一些艺术 但是我们不会当它是一些最高级的艺术 最后母标的朋友有问题 我想请问教授 刚才说的杀生比较集中在猪牛羊 然后有波香和鱼丫 很少有提到海鲜的那方面 就是海鲜 贝領類 那些都是一种 不是动物 也是一种生物 而那些也有各种各方面的营养 加上也可以享受到 食物豐富一些 不只是想到蔬菜類 那些在殺生方面 或者引起他們的痛苦 因為不同種類的物種 是否好一點 或者我們是否應該慢慢過渡 譬如說昆蟲又是另一種 我不知道怎樣表達 除了這些豬牛羊雞鴨鵝之外 譬如魚 可能的結構跟豬牛羊的畜牧不同 那是否可以慢慢地 譬如教授也說到你喜歡喝酒 喝到紅酒是否要想到配肉 還是有其他代替品 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的生活 我們不是每個都好像剛才說的 某些哲學家 可以不吃人間煙火 就專心做研究 如何平衡這方面 謝謝 我沒有說到魚 因為時間關係 這裏涉及一個哲學 或者認知科學的問題 就是哪些生物能夠感受到痛楚 我們在哪裏掛一條線 就是魚 其實也有痛楚 白酒魚也有 還有龍蝦也有 蠔也有 青口也有 不太清楚了 昆蟲應該沒有 蟻也沒有 單細胞動物 amoeba也沒有 蔬菜也沒有 這裏有些哲學和科學的考慮 譬如科學家會認為 要感受到痛楚 必須要有一個比較複雜的 腦細胞的系統 所以 雖然 譬如植物 會 和環境有一個互動 甚至乎 或者植物和植物之間 可以有所謂的溝通 但我想大部分科學家都不會認為 植物是有意識 可以感受到痛楚 至於魚 這是一個有趣的例子 很久以前 我自己覺得 魚沒有意識 但是似乎現在大部分科學家 覺得其實魚都有 你把一條深海魚撈上來 其實它減壓 都是有痛苦 生肝就更加是 變成同樣的考慮 其實 如果我們盡量減低 動物承受的痛楚的話 都應該吃多一點魚 另外一方面的考慮 譬如健康 健康 健康就有些不同了 因為我想吃魚 就健康過吃紅肉 很多 雖然有很多魚 譬如深海魚 可能有雪蝦毒 另外 有時候有些魚 在水域可能有污染 或者有些微塑膠 微塑膠 在肉裏 還有有時候 捕魚其實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都很大 在Netflix 有一套戲 就是講捕魚葉的 是關於養魚葉的 也挺值得看的 雖然現在很多人說健康 就說吃多一點魚 事實上也是 但是從動物受苦的角度 或者從環保的角度 其實我覺得都不應該鼓勵 好的 後面有位朋友的問題 加多一句就是 龍蝦有很多專家都覺得 他們能夠感受到痛苦 所以有些國家 譬如瑞士 我不知道英國是否 瑞士是有立例 禁止你煲熟龍蝦 如果你拿山龍蝦來煲熟它 香港我想就沒問題 但是你在瑞士 你就會被捕 你要預先弄均它們 或者用某些方法 預先處理 才可以煮熟龍蝦 是 教授想問一下 如果是對動物 生畜那些好些 可能成本會上升 吃貴很多 如果是這樣的話 經濟不好 好像最近那樣 可能阻力會很大 如果這樣搞法 可能就是有錢人就吃得好些 那些窮人又不行 貧富懸殊又會增加 可能有些這樣的問題 有這個可能 如果我們對動物好些 成本上升 肉類就會變成奢侈品 有些像那些日本和牛 甚至乎再貴一點 很少人可以吃得到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我亦都不太知道 怎樣去解答 但是一定是不是這樣 我又不太清楚 因為好看下那個供求是怎樣 因為如果所有人都吃少了 我們不是需要日日吃的 那會不會仍然是 其他人都可以吃得到 又或者有些人會說 不是所有的空抗的地方 都可以用來種植植物 譬如有些山坡可能很斜 你可能用來養羊 養羊在那些山坡你做不到東西 那些羊拿來吃 亦都不是有很大的問題 環保的問題 可能如果考慮這些情況 加上對肉類的需求是下跌的 那未必會有你說的情況出現 但是這個真的不知道 答不答到你的問題 剛才教授提到 Cambridge的餐廳 是禁止了牛肉和豬肉 羊肉 和羊肉 我覺得其實大學裏面 你說在中大那裏 其實提到一個這樣的提議 中大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香港U那裏有一間素食館 一碗素食 我也試試去幫忙 我覺得在素食最難的地方 就是在於 因為在香港這樣的環境 你真的想去吃素 是相當難的 你想吃肉很容易 我剛才來這個廣告之前 我在外面有一間美心那裏 任何一款食物都是肉 我覺得其實在香港 那個飲食的改變是很大 在這幾十年間 我小時候 其實一年 你吃雞 就真的過時過節 就吃肉湯雞 但是現在 你去任何一間快餐店 你都會有雞吃的 如果你是去買菜的話 其實你會知道在街市裏面 那些凍肉那些雞 是便宜過 即便宜過你那些 那些素食很多 我想其實就是 社會轉變 大家都可能覺得 食肉是會比較方便 也沒有人會想到 其實吃蔬菜吃素 其實營養那邊 是絕對沒問題 唯一是 可能是B12那裏 是會爭 即那些 蔬菜基因 絕對是可以 維持一個人 那個體力勞動 甚至是Body Building 都可以的 我想其實就是 那個Message 就是要告訴大家 在食肉的背後 平價的食肉 是很大的社會代價 大家都會 除了對身體健康那方面 那些東西 其實也是 對動物那方面 也是有一個影響 也是有一個影響 是 我同意的 這個也是 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 去說 食物和 經濟的關係 尤其是 全球化的發展 因為 很多這些平價的肉 都是一些 你所說的雪藏的肉 而其中一個最大的 供應的國家 就是巴西 有大部分 我想 過半的 巴西的牛肉 是來香港的 整個巴西的國家來香港 有很多 都經香港運去大陸 巴西雞 你到處 超市場 你都能買到的 很多時候 就是 因為 那些 養雞 養牛 那些 農場 是不需要給環境的代價 他們不斷地擴張 撼伏 這個樹林 又或者甚至 如果你看新聞 你會發覺 有些醜聞 爆了出來 就是一些不合格的肉 因為貪污的緣故 巴西的官員 有些負責把關的官員 都照給他們出口 誰吃了 就是我們香港人 所以 很多便宜的東西 好像很划算 但其實 只不過 香港是遲些埋單 未必是我們埋 但我們下一輩 他們氣候暖化 或者亞馬遜森林不見了 其實就是這樣的結果 變成了 怎樣去解決 這是一個非常難處理的問題 因為你香港做得什麼 可以影響巴西政府 你巴西不做 可能亞根廷 可能印尼 其他地方便頂上 這正正是資本主義 追求利潤 很多時候 環境遭殃 我都不太知道 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中一樣可以做事 當然就是 多些人知道 多些人願意去 作出一些改變 或者要求政府去改變 就是剛才所說 那個碳稅 或者肉稅 對肉類加徵稅 這些方法 還有沒有朋友有問題 謝謝 我多謝你剛才的分享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 第一個問題可能是抽象一點 我想問是關於食物 我們這個社會 有時候賦予了食物 一些標籤和符號 例如我去舉一些例子 我們喝咖啡 去光顧一些所謂的咖啡店 我們是享受當中 所謂一些文青的標籤 例如你剛才有說到 吃魚子醬 我就想起 魚子醬是一種高級的食物 我們去吃這種高級的食物 我沒有辦法否認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它是好吃的 但我們有些時候就會跌進去 我們現在在吃高級食物 所以我們覺得自己可能就是 享用著很高級的那種價值 第二 你對於這件事 就是對於社會 我們有時候 我們變成吃食物的時候 根本不是在吃食物本身 而是在吃它一些 我們潛移物化的 它表面的一些符號 你是怎樣看的呢 去到第二個問題 連繫到你剛才有說到 我們吃肉 要不應該吃肉的類似的 這種說法 我們在素食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是 例如素叉燒 或者素的咕嚕肉 這一種 我們在吃蔬菜 但是我們在吃的 它給我們的一種看法 都是在吃肉的 有時候就會想 其實我們這樣去吃的時候 是否真的 對於我們的道德上來說 我們是真的有幫助 令到少了動物去死 令到他們的痛苦少了 但是我們這樣去吃的時候 是否真的有所謂的 那種道德的價值 我們有實現到呢 我有這兩個問題 謝謝 好 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就是所謂素肉 有很多人就很反感 覺得你吃素就吃素 又要光是燒鵝 又要這樣那樣 但是我自己覺得 沒什麼所謂的 有時候給個名字 如果這樣可以吸引 多些人去吃素 我覺得絕對是好事 因為事實上 你不是在吃肉 所以我覺得問題 就不是很大的 不過有很多所謂 就是用機械化 工業化過程 生產出來的素肉 到底它有多健康呢 這個我就有保留了 可能很多美精 或者有很多工業過程 程序處理過 未必一定是健康的 可能你吃肉 比吃的那些 齋肉都不出奇 我不清楚 至於第一個問題 其實不是只吃東西 很多其他東西 都有一些象徵的價值 會影響我們的行為 譬如運動 打哥爾夫球 似乎是跟上流社會有關係 打網球又高級 所以我們選擇做什麼 我們選擇吃什麼 絕對會受這些象徵的意義影響 而我們受象徵的意義影響 為什麼會這樣 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是一些團體的動物 我們很在意別人怎樣看 亦都很希望我們有某些 某種類的社會的地位 在吃肉方面 或者吃東西的決定 亦都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 這件事我們可以利用 來使多些人去關注吃肉的問題 因為我們做很多行為 其實我們都考慮其他人的看法 所以如果社會的文化改變 多些人覺得吃素是沒有問題的 多些人認為吃肉是應該減少的 這樣是更加容易推廣出去 因為吃肉的象徵意義 變得比較負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是很值得 不只是關於我們自己應該怎樣決定 亦都應該多些跟其他人去討論 嘗試去影響我們的朋友 家人 這樣社會才能夠改變 我想應該還有朋友有問題 不過我們時間有限 應該可以的話就在這裡停止了 大家都可以再給熱烈的掌聲 多謝雷芳教授 謝謝 非常精彩 但是可能有一點沉重的一個講座 我非常喜歡那句 飲食是可以改變世界 好回應到我們 這個年度的通識沙龍的主題 剛剛也說過 我們今晚是 這個學年最後一次的通識沙龍 大家也可以密切留意我們暑假 末段會再公布我們下一個學年的主題 和講座的詳情 多謝大家的參與 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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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